国民党全代会正式提名侯友宜参选2024的总统 但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还是老神在在搭火车到花莲参加联合风年节 跟缺席国民党全代会的花莲县长徐正位同框 而令委傅昆琪他也大赞郭台铭是台湾之光 国民党级县市长唯一一位缺席723全代会 花莲县长徐正位说是要筹备风年节 却邀了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到场 支持者狂喊选总统一旁立委傅昆琪也跟着赞瞎 全代会对侯友宜只字未提 下午马上同框郭台铭还帮忙说了不少好话 难道是要倒戈了吗 郭台铭也紧抓机会 用各个原住民族的母语扣干净 我刚刚那学了几个原住民族 你也好话话 实在不敢献丑 但是来这边就叫献丑 活着大家一乐 先讲阿美 来喽 来喽 有起分了 100 谢谢我们做外人 好棒好棒喔 仿佛就是我们发你的家人喔 被大赞是自家人 郭台铭深入地方获得成效 脸书发文更透露玄机 引用孟子的话 虽千万人无网矣 表示绝不会让大家失望 会给大选跟政治带来新风格 还亦有所指写到民意大于党义 留言区更留下投票老虎爱跟台湾的表情符号 自己属虎后院会更叫老虎军团 被解读要向支持者发出参选信号 一场疯年季成为最好的造势舞台 郭台铭不断挖侯友仪墙角 毕竟全代会提名 也只是2024起手势而已 郭侯之争 只怕好戏还在后头 记者最后报道